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这颗金银花苗 大家看一下长得还可以 就是养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然后我呢是种在这种五加仑的盆里面 一颗大的盆然后种上的 金银花呢其实我以前一直是用那个来泡水喝的 后来有一次在网上面买那个花苗的时候 看到有人说自己家有栽金银花苗 那我也就尝试着就是种了一颗 没想到长得这么好 就是除了那个发货的时候 老板把这个形状这颗猪形发的有一些比较奇怪 其他的都还蛮好的 因为现在到现在为止长得都挺好的 建议呢就是其实大家也可以在家里面种一颗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既可以当观赏的绿植 然后呢又可以在它开花的时候 把花摘下来然后晒干当泡水喝 有清活解毒的功能的 在家里面养的话 大家只要准备一个大一些的盆 然后等它就是就是长大的时候 大家可以给它打顶 就是可以给它就是 比如说这些长出来的枝就是给它打顶 让它的整个猪形呢 具有很强的观赏架子 在它快要开花的时候呢 就是打花包的时候给它多试一些这种那个有机肥料 最好是因为是最后是要自己泡水喝的嘛 最好是用有自己欧制的有机肥或者在网上买一些有机肥 比如说人家欧好的羊粪啊鸡粪啊这些都可以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自己喝起来呢也比较放心 它也不大爱招虫子的 所以呢打理起来也比较容易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不知道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在家里面种上金鱼花苗了呢 如果有的话不知道在养护的过程中有什么心得和经验 记得要跟小林分享一下在我的评论区下方留言哦 好了